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的 整日都说躺平 实际上有几多人是为躺平去做努力呢? 今集有一个新闻 河南有一个男人35岁,存款100万 他好自豪地说,说自己靠你懂躺平 但是他住垃圾堆,也不愿意结婚 这个河南男人35岁,存款100万 他做事做了好多年,存款100万 他也无追求爱情,说自己这样的身价 100万人家不会看得上他 所以不知不觉就不会想结婚 而且一个人住,慢慢都习惯了 而且他自己平时会食烟,饮酒,食檳狼 家里面除了另一半之外,可以说得上应有尽有 而他曾经都喜欢煮食,但是一个人久了 懒得煮饭三餐,改了叫外卖解决 他又说道,爱情只是生活的调味品,不是必需品 他说一个人现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几好 他说这笔钱用了好多汗水和智慧换回来 就算不拍拖不结婚,每日一个人喝饮食食都好舒服 不过这个男人虽然一个人住,但是他就不打掃家里 吃完的东西周围扔整个屋垃圾 这个混乱程度看得到都几眼突 他整个家最干净的地方竟然就是厕所 而清洁人员亦都用了好大的气力 才能够重现原本的家 不过一百万其实又不是很多 做定期的话,大陆现在的息口越来越低 除非他家屋是叫做供满了,不用再供款 他自己喜欢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样一百万,靠食利息一个人没什么消费 那也是有可能可以做得到的 他就为了自己的躺平做了好大努力了,存了一百万 大陆想要存一百万或者赚到一百万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啦 大家有什么想说,下面留言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